之前說過會拍影片介紹我用的工具 終於拍了DD 如果你有上過我的水菜工作課 就會知道我有兩盒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先說說水菜吧 水菜我是用這兩隻牌子的 這個一格一格的調色盤 我只會在淘寶買的 幾元雞一個 這些顏料 全部都是廣益可以買到 地址我會在下面打出來 你買完之後 水菜一定要乾硬了才用 是好用很多的 我就直接擠進去擠滿一格 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要擠出來 讓它乾乾了才用 譬如這裡 我剛剛擠了這個棗紅色 它還沒乾一坨一坨的狀態 譬如現在我這樣點一下 那個棗紅色 一點 它滑出來 是很深色 而且有一坨的顏料在上面 所以很難控制到 拿那個顏色的份量 但是如果是乾了的話 那就不會了 那我就很容易控制到 你想拿多少顏色 好 那為什麼呢 我有一盒 一盒有很多顏色 有很多小小小的水彩磚 水彩磚 我又另外會再一盒 這樣自己擠進去 首先就是因為 這些水彩磚 它不是很小的 有時候我要畫背景的時候 我可能會用這些很大支的筆 其實很難拿到一些顏色 但是有時候會拿到旁邊 而且有很多顏色 你是不會用到的 這些又用得很快 所以之後我就買了這個盒 然後自己擠進去 而且這樣一支一支買 是真的值得用很多 你可以看到 好 之外它這些水彩磚 是這樣的小小粒 哎呀 這樣很小粒 那它一粒已經好像要 不知道十多元 還是二十元 那我這麼大支 都是可能四十多元 可以擠到很多粒 這麼小粒 而且你可以跟朋友分享一下 可能選一些顏色 然後這樣一支一支一半 那便便宜很多 擠一下內擠一下吧 就說一下這些彩色的墨水 讓我先說一下 就是彩色墨水和水彩磚的分別 那這裡這一筆 就是用水彩畫的 那這兩筆 就是用這些彩色的墨水來畫的 那它們的分別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淺色很多 那這兩個就是鮮色很多很多的 而且顏色是濃很多的 所以我多數都會用彩色的墨水 來做背景那些位置 那彩色墨水呢 我自己就用過這幾隻 還有這五個牌子 那我自己呢 最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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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推薦呢 就是這一隻 這一隻呢 我自己是超級不推薦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其他這些 其他牌子的這些墨水 對啦 那我切了一個調色盤 那它現在已經是乾了 那我支筆濕了 然後在上面的涼涼涼 是可以拿起一些顏色來用的 但是呢 這一隻是不行的 這一格就是這個牌子的墨水 那它現在已經是乾了 那我支筆濕了之後 在上面的涼涼涼涼 都是不可以拿起一些顏色來用的 它乾了之後 你看到它是 它是一塊膠 所以呢 這個牌子我是不推薦 不推薦 那我不是用過這五隻牌子的墨水 除了我不推薦這隻之外呢 其他這些呢 全部都是ok的 讓我逐隻說一下 那這個呢 它就是玻璃盒裝的 我記得是20多元 還是30多元一盒 然後這一隻呢 就十多元 這個好像也是十多元 到我最推薦這一隻呢 我記得它是27元一支 這些呢 它有一個小泵 所以就很方便 這樣一吸 然後直接擠下去 就已經可以用得了 但是這些沒有小泵 玻璃盒裝 這些呢 它呢 是真的很漂亮的 但是沒有小泵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可以去金魚街 廣益 旁邊就是金魚街 那就可以買這些 是 好像被人泵魚的液體藥 總之這些泵 那先三元雞一個 那你就用這些來泵 那也是一樣方便的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最推薦這一隻呢 我們回到這一張紙這裡 那中間這一筆呢 就是我推薦這一隻墨水畫的 因為呢 就是其他牌子的墨水 它現在這樣乾透了 我用一支筆濕了 想洗掉一些顏色 是很難可以推鬆它 那會有一筆很明顯的痕跡 但是我推薦的這一隻呢 它就算乾透了之後 我用清水洗 都是會容易很多洗掉一些顏色 還有之後再製作更漂亮的筆竹 所以我最推薦的是它 只是說水彩和彩色墨水 這條片都已經很長 所以其他工具 就是畫筆、畫浸筆、畫紙等等 就留下一次 D 你 看